大家好,俄罗斯正式准备动员50万人参战 这是俄罗斯调查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巴斯特伊金 他今天发表最新讲话 他表示超过50万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的前中亚人 应该被优先派往乌坎参战 据统计数字,外国正在有大量的公民获得俄罗斯身份 而无需服役,在过去5年中超过100万人从中亚 高加索国家抵达俄罗斯 其中包括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55万前居民已经获得了俄罗斯公民身份 对此他表示需要优先考虑这些规划的公民 前往乌坎参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 实际上前段时间我给大家介绍了 俄罗斯准备进行新轮的动员 这次动员并不是在俄罗斯前一段时间30万人的基础上动员 而是要动员俄罗斯的外国新的移民 也就是来自于中亚 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55万人 除此以外还包括新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其他一些外国公民 其中也包括来自于欧洲 来自于亚洲的一些外国公民 很多还有越南裔 也就是说加在一起的话 总人数应该达到50万人 那么这次动员呢 50万人不一定会直接参战 很有可能会作为西部军区的力量 防御俄罗斯边境 他们不一定直接进入乌克兰参战 而是由俄军的正规军进入乌克兰参战 而俄罗斯国内的一部分兵力调往乌克兰 那么出现的这些空缺呢 由新加入的这50万人 他作为预备役 那么今天呢 在斯瓦托方向乌军呢 也发动了大公民进攻 给大家介绍一下斯瓦托方向的情况 那么今天呢 双方在斯瓦托南部地区的科米纳 发生了大公民的交火 大概位置在这儿啊 在马克耶夫卡 马基夫卡 涅夫西克这个方向 主要从这个切尔诺波普卡方向 发动了进攻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连战术小组 还有装甲部队 试图接近俄军的第一道防线 那乌军呢 前进方向的被俄军侦查 并及时发现 那么特别军事行动的炮兵部队呢 立即进行了反击 乌军的榴弹炮阵地被压制 双方呢 持续交火7个小时 那么俄军呢 成功的占领了马克耶夫卡 和涅夫西克方向 乌军的阵地 俄军呢 还使用了特90突破坦克 俄军的预备一部队呢 也在涅夫西克方向 发动了攻击 那这是今天在 科米纳方向 乌军发动了新轮延 那么今天呢 在巴赫木特和索达尔方向 也有新的战斗 乌克兰国防部的副部长 马利亚尔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他表示呢 战斗正在继续 小伙子们正在击退敌人 敌人损失惨重 这是他的发文 乌军表示的继续战斗 实际上主要还是基在第七号矿坑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这个七号矿坑 那么现在双方呢 围绕着七号矿坑正在进行争夺 而乌军呢 还在坚守这个七号矿坑 给大家播放一下七号矿坑 现场的方面 这是七号矿坑 乌军呢 还继续坚守这个七号矿坑这个阵地 这是乌军呢 在七号矿坑升起这个乌川国旗 所以现在呢 西方媒体呢 认为呢 乌军还在坚守 实际上乌军已经被包围了 七号矿坑 我之前节目说过 里边有大量的弹药 就类似于马里乌尔的这个钢铁厂 大家可以看七号矿坑 就是这个位置 它实际上呢 三面已经被包围了 这个矿坑三面已经被包围了 所以俄军的下一步呢 并不会采取强攻 主要是围困 因为乌军的后勤补给物资呢 也出现问题 所以长期的围困呢 就能在七号矿坑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歼灭这个乌军 所以乌军现在守着 主要是七号矿坑这个方向 那乌克兰呢 还在持续的向这个方向增兵啊 在索尔达尔北部地区呢 瓦格纳工兵呢 在室内进行扫大 给大家播放一下 现在在索尔达尔室内的啊 一些最新的情况 主要是在西郊啊 地下室啊 进行这个清理啊 清理作业 主要是对城市啊 巷战以后呢 进行清理 包括尸体 包括弹药啊 包括一些地雷 爆炸物的清理 乌克兰军队呢 现在已经控制了索尔火车站啊 巴赫木特北部地区呢 俄空降兵 在克拉斯纳格拉方向啊 还在和乌军作战 这个方向呢 乌军也进行了反击 那巴赫木特呢 在奥普特内西郊啊 俄军呢 已经攻击到该阵的中心 那么双方呢 也在身心 进行了一定的向战啊 但规模都不大 现在俄军呢 在教堂区附近呢 施压啊 夺取乌军的补给线 也就是巴赫木特南部地区 教堂区 这个地区呢 如果俄军控制住呢 能够切断巴赫木特啊 到恰索比亚尔方向的这个补给线 这个实际上呢 俄军的炮火就能完全覆盖 就能切断这个补给线 在白俄罗斯方向呢 也有最新的消息啊 今天呢 白俄罗斯方向 乌克兰武装队指挥部 借助北约的卫星 监测了白俄罗斯 和乌克兰的边境 预计呢 乌克兰 武装队指挥部呢 会将大量的预备队 部署在边境 那么俄罗斯呢 很有可能会进攻基辅 方向呢 现在乌克兰方面判断的 一个方向呢 是切尔诺威 这个方向 切尔诺威这个方向 另一个呢 是哥梅利 两个方向 齐头并进 还有一个方向呢 是从这个苏梅方向 但是苏梅方向呢 离基辅比较远 乌军呢 有几道防线 而且设置了地雷 特别是啊 这个必经之路 设置了地雷 所以呢 现在离基辅最近的 就是北部 哥梅利 切尔尼哥夫 以及切尔诺威 这个方向 大家可以看 这个突出部 距离基辅非常近 那么现在 乌军主要防御 还是在这个突出部 这个方向 侦查也是围绕这个方向 那在哈尔科夫边境地区呢 乌军呢 正在渗透 比尔哥德地区 俄罗斯领土 那小分队 包括一些特种部队人员呢 进入到俄罗斯领土 那么遭到俄军的清剿 苏梅地区呢 叫托尔斯托 俄军发现 乌军的特种部队 进入布梁斯克地区 进行侦查 布梁斯克在这儿啊 所以现在 乌军的大规模的是 在苏美北部地区 绍斯特卡 向布梁斯克方向渗透 这个方向呢 其实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主要是切断 布梁斯克到 哥米利这条通道 这个不仅限 那么如果未来呢 俄军大规模的 向白俄罗斯增兵 就要借助这条不仅限 布梁斯克到 哥米利这条不仅限 那么从布梁斯克方向呢 进行突袭 特别是使用这个特种部队 那就完全可以 切断布梁斯克这条铁路线 这也是现在乌军啊 反制俄军的一个手段 就使用特种部队 从这个切尔尼戈夫 渗透到布梁斯克 然后切断 俄军的补给线 俄罗斯方面呢 也向白俄罗斯呢 部署了道尔M2K 地对空导弹 部署的是第15防空导弹铝 给大家播放一下现场画面 那该旅呢 装备了6辆的9A331K战车 还转移了9T244运输装载车 还有9V887M2K维修车 那么今天呢 白俄罗斯方面呢 也证实这个消息 除此以外呢 白俄罗斯武装部队啊 他的第11独立计划旅的炮兵部队 已经完成了战备检查 也就是说进入了战备状态 另外呢 白俄罗斯的第19独立禁卫计划旅的 坦克营 也通过了战备检查 也进入战备状态 所以白俄罗斯方向呢 现在来看呢 俄军还有白俄罗斯方面 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另外呢 在白俄罗斯 还有哥梅利火车站 哥梅利火车站附近 靠近俄罗斯的这个边境 通道这个方向 乌军呢 炸毁了当地的桥梁 那现在哥梅利呢 通往切尔尼哥 切尔尼哥夫方向的 所有的主要通道 主要的桥梁 已经被完全切断 这也是今天呢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最新消息 现在基辅方面呢 对外公开的消息呢 俄罗斯国防部呢 已经下达了作战命令 将于1月下旬至2月初 发动对基辅的进攻 也是从白俄罗斯方向 越境进入乌克兰 这个消息呢 实际上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呢 不断对外呢 发布俄军将进攻基辅的消息 而且呢 1月20号 基辅将进行大公文军事演习 那现在来看呢 时间是相吻合的 1月下旬 20号左右 到2月初 这一段时间呢 俄军很有可能会发动对 利沃夫基辅的大公文 那么今天呢 普利格金啊 他呢 也授予了瓦格纳公兵 容易勋章 这也是普利格金啊 再次露面 今天呢 土耳其的总统二端呢 也呼吁啊 基辅呢 和俄罗斯进行和谈 从土耳其的这个表态来看呢 俄罗斯啊 以及乌克兰 很有可能有大动作 因为土耳其实际上最不希望呢 双方进行大公文战斗的 实际上土耳其呢 他是希望呢 能够双方能够缓和的 因为黑海地区局势紧张 对土耳其不利 那么现在呢 如果俄罗斯大公文进攻乌克兰 啊 土耳其就非常尴尬了 所以呢 土耳其现在呼吁俄乌双方谈判 我觉得也预示着俄乌双方 啊 会有大公文军事行动 啊 但是具体时间呢 现在很难掌握啊 乌克兰的情报也显示 在二月初 啊 一月底二月初 啊 双方会有大公文的军事行动 我也会持续关注 啊 那这是今天呢 在白俄罗斯边境 啊 以及在 库布扬斯克啊 利曼方向最新的一个情况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